在塑胶还没发明的年代 台湾农村生活当中 使用的大部分都是陶瓷器 虽然现在被塑胶盘品取代 但水理商圈创生共好协会 却认为陶制用品是 减正减碳又环保 可以应用在各项产业来加分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社区共荣这一块 就是希望把理山的理念 还有食用教育的这个概念 导入到我们社区来 透过这种农村厨房 这种无塑厨房的概念 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去保存我们一些 农村的文化 然后把这些介绍给大家 那现在我们的厨房 都很多塑胶嘛 很多一些塑化的东西 那让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种 古时候农村时代 还没有塑胶的时候的 那种厨房是长什么样子 叶翠也表示 先前在早期是没有垃圾 不论是购买物品或是猪肉等等 倒去自行携带容器来去装 而在塑料温室后 也造成许多垃圾 也是用就这样的方式 来让民众了解 这项传统文化之美 在过去是完全没有任何垃圾的 以前要打一瓶酱 也要拿瓶子去装的 打一瓶酒要一个瓶子去装的 那所以买个猪肉 也是用叶子包起来的 那不过现在呢 因为有塑料了之后呢 它制作垃圾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呢 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呢 让学员认识到 老时候的老文化 因为文化有繁复之美 它的过程才是一种感动 那种体验的这种武感体验 所以我们希望呢 未来在我们的大力餐桌的过程当中呢 充分的学习老祖先的智慧 把我们老文化呢 能够展现出来 先议员王秋处表示 相当感谢蛇药 以及水里商圈创生共好协会的用心 也希望就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更多人看见传统产业 塑胶还没有发明的时代 都是早期都是用陶制的产品 来代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品 现在目前现在以塑胶比较流行 所以都会把这些的陶制品 把它默默的已经落默了 再借由共生共好 来创作这些的陶土 让这些的陶土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渐渐的 能够来代替一些 我们的塑胶的这些的制品 让我们既有环保 又能够更加的创新 在我们的陶艺上 也能够有很多的变化 取用旧有这样的方式 除了让大家看见早期生活方式外 也能够宣传环保的概念 竟然达到减缩的作用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